67岁的万子良 曾是香港影视界的传奇人物 如今却因遗传性糖尿病的困扰 早年体型暴增30公斤 甚至一度停工休养 随着病情逐渐好转 他选择重返公众视野 虽然大多数以商演和登台为主 但由于频繁出现虚人搀扶 轮椅带步 甚至站不闻险些摔倒的画面 大家对他的健康状况充满了担忧 近日他的样貌与昔日的形象大相径庭 万子良满头白发 面容苍老 眼神飘忽 皮肤看上去略显浮肿 让很多粉丝差点认不出来 这位曾经让无数人心动的一目硬汉 如今竟然变得如此虚弱和苍老 曾经墨镜一戴 背头一梳 手里拿着雪茄 身上穿着西装 身后还跟着一群小弟 万子良眼的大哥 一出场就自带气场 不怒自威 他的戏 就连周润发来了都接不住 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哥 现在居然被人嘲笑他落魄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没想到这么霸气侧漏的大哥 却患有家族遗传病 万子良曾经说 他患有糖尿病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 这些疾病都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管理 为了身体的健康着想 他不得不停止高强度的工作 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 调整了一段时间后 万子良重新回到娱乐圈工作 却发现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 曾经的万子良是风光无限的大哥 香港一线女星都做过他的女主角 四大天王 张国荣 谭永林都得给他做配角 但是现在 娱乐圈的小鲜肉层出不穷 已经没有多少人 记得他这位曾经的老大哥了 万子良付出后根本接不到戏 据透露 他曾经一躺就是大半年 但是母亲和他自己的疾病治疗费用很高 为了生活 他只能去一些小地方接个种商演 他在环境简陋的舞台上唱歌 当戏份很少的配角 现状实在是令人唏嘘 网友遇到他在商演现场唱歌 评价说不偷不抢 不吭不骗 干干净净地赚钱 没什么丢人的 万子良真的太牛了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他的这个人生态度 看着就让人很感动 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 从天堂掉入到地狱的这种巨大落差感 但是万子良不一样 他坚韧不拔 勇敢地面对了这一切 网友说 演大哥 我只认万子良 在剧中是大哥 在生活中也是大哥 他一直在积极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不断地突破自我 甚至还去尝试过自主创业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 钱也全都打了水漂 但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大哥落魄了 但是 护短的心还存在 万子良在同胞们遇到天灾时 他抗洪救灾 为河南郑州捐款了六十万 大哥永远是大哥 不管跌倒了多少次 他永远都会站起来 并且笑对人生 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 才能让他获得众多美女的青睐 万子良一共经历三段感情的波折 并且女友们都是大美女 第一任是比他年纪小很多的邓翠文 万子良总是下意识地管教着邓翠文 但是女方却并不喜欢这种管教 再一次激烈的争吵中 女方仗着万子良的宠爱 胡作非为 竟然让大哥当众下跪 以求他的原谅 这一举动让万子良感到十分尴尬和无奈 也让他对这段感情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不久之后 二人就分手了 如今的邓翠文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他表示 毕竟人生要做些富有挑战的工作 让自己继续向前 走出舒适圈 令自己更热爱生活 他在话剧舞台上舞蹈 做了许多高难度的动作 画面感超强 代入感也很强 网友们也表示 看完之后还想继续看 听说香港有一种演技叫邓翠文演技 他演的九姑娘也是深入人心 有网友看了好几遍说 第五次翻看九姑娘 TVB近20年最好的电视剧 反观万子良分手之后 就把重心全放在了事业上 结识到了他的前妻甜妞 最让人瞩目的就是 他和前妻甜妞的感情了 他们俩一个是天生大哥模样 一个是天生大嫂模样 非常般配 网友说 甜妞算是亚洲版的 玛丽莲梦露吧 都说发哥气场强大 说实话 发哥在万子良面前 感觉就是个小弟弟 他们举办的婚礼场面盛大 甚至周星驰都来当过 伴郎的婚礼 放到现在来看 如果能够邀请到周星驰 来担任婚礼的伴郎 那估计就是最大牌了 TVB当时都给这场婚礼 全程直播录像 取名字叫万子千红喜迎亲 来的全都是当时香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任达华 吴振宇 张卫健等等 都来参加了这场婚礼 刚开始万子良和甜妞的日子过得秘礼调游 万子良对甜妞和她的女儿都疼爱有价 她曾用最朴素的话表达她的爱 在我们这个小家里 三个人就是一条心 一条命 可惜好景不长 两个人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 虽然她们在离婚时 并未公开透露过具体原因 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她们的性格不和 还时常会产生矛盾 这才导致了她们分道扬镳 如今 甜妞还在拍戏 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自己的近况 66岁的甜妞素颜出镜 依稀能看出来她年轻时候的美貌 经历了两次不愉快的婚姻 再加上万子良越来越不好的身体状况 她心灰意冷 本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孤独终老 却没想到峰回路转 遇到了真爱 万子良就这样迎来了她的真爱郭黎明 网传郭黎明是个空姐 还比万子良小了整整17岁 而且还是女方追的男方 她丝毫不介意万子良的年龄 他们排除万男在一起之后 很快就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他们的儿子 这个孩子的到来 对于当时已经45岁的万子良来说 意义非凡 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当一个爸爸的感觉 责任和喜悦 充斥着她的内心 这个时刻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作为万子良的儿子来说 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无论她选择哪条道路发展 相信都会得到父母的支持与理解 时至今日 万子良已经在一个小县城里 悠然享受晚年时光 与挚爱的妻子及孩子 共度天伦之乐 享受平凡却温馨的家庭 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可能就是她想追求的 看到一个小县城里 可能是在一个小县城里 甚至是在一个小县城里 我没有做到小县城里 我没有做到小县城里